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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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姐妹早晨 圣经里面说我们施比受更有福 所以跟你隔壁说你是福来的 要不你还有手中的能力来给你出来 要不你这 真的很兴奋 因为让我们再次来分享整个话语 即是功课一些 一会慢慢先 我最近有些在主里面有一个很紧要的熟力的亮光 我觉得很紧要很想和大家分享 你想不想听一些正的东西 是吗 是的 你知不知道 在圣经里面说的数字是很有意思的 例如三就是三一神 七就是完美的意思 那你知不知道圣经有个故事 又和数字是很有关系的呢 原来就是我们耳熟能场的大卫与哥利亚的故事 因为你也记得的 大卫用什么来搞定了哥利亚 石仔 多少粒呢 什么 有点猶疑 我们看看圣经好不好 看看撒母义记上 这个很重要的 再留一张 原来当时大卫就从溪流里面挑选了五粒石仔 就放在袋里面之后 带着那个垫石研机出去 上阵沙滴 结果就一粒 就搞定了哥利亚了 我们都知道 旧约是新约的影仪 要去解读旧约这些故事 这些叫描述式的经文 我们需要借助新约的教导 那些叫做命题式的经文 例如耶稣的讲论 保罗那些教导书信之类 我们稍后就要看 当时大卫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军队 今天哪一个是神的军队 我们 教会就是神的军队 我们一起做好吗 我们是神的军队 所以这里五块的石仔 是当时以色列军的事情 今天来到我们教会里面 神的军队 有哪样东西 有跟五这个数字 是直接有关系的 如果你有来 刚才我们的祈祷会 你一定会记得 是什么 五 五重即时 昨晚有些人开玩笑 说五龙广 我没有写在圣经里面 五重即时有哪五重 要是 指图 先知 传福音 牧师 和教师 这里原来 吻含着的奥秘 这五粒石仔 原来说的是五重即时 当中 你看到他在溪流当中被挑选 溪水 其实就是圣灵 一个象征 水的河流 圣灵的雕跌 以至五重即时 是特别合用 在主的手中 而最后 唯一那一架 击中哥利亚压头那一架 你知不知是五重即时 里面哪一个 就是排第一的那个 使徒先知 传福音牧师 和教师的使徒 你知不知 所以今天我们 要恢复使徒 这个职份的重要性 很重要的 甚至少说 使徒可能是五重即时里面 最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记得 我们Hugo掌路 三月份的时候 跟我们分享了一堂道里面 就说要有使徒性的教会 自发性再去培增 甚至乎 被誉为当代是一个很出色的使徒之一 比德艾格勒 本身自己 他也写了一本书 叫做今天使徒 也是强调使徒的一个位分 同时间 这里我领受 原来看见 哇 这个五重即时的奥秘 老祖在旧约里面 已经跟我们说了 哇 你说厉不厉害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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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真的Amen 指徒重不重要 刚刚用了四分钟 你知不知道我跟你做了什么事情 我和你开了个玩笑 满了你一铺 很对不起大家 我想刚刚问一下 一直听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人 你心里面有点觉得 不是很对路的呢 有没有 我想我数一下 这里 一成人左右举手 好了 我刚才做了一个例子 我想用来说明 一会儿 我要说的道里面 其中第一个大主题 刚刚我跟你说的东西 我自己都没有那么丰富的想象力 我是借助 我们城中某一很著名的基督徒艺人 曾经在Facebook上面发表的伟论 我再将它加以转化 若干年前我看到某一艺人 不说谁 他里面说的就是这一件事 他的题目叫做大卫如何打大佬 当中就说到五块光滑的石子 其实就是今天我们教会里面的五重即使 我还记得刚刚也有很多人说阿门 很认同我说的东西 再看一次我刚刚说了一轮废话 那个发展的development是怎么来的 我刚刚一开始就用所谓圣经的数字 很有奥秘这件事 我勾起你的好奇心 我跟你说大卫与哥利亚的故事 我跟你建立一个common ground 我跟你建立大家一个共同点 为什么我不是跟你一下子讲圣王叫大仙的人的东西 你会立刻闭上耳朵 我跟你讲圣经 你被我引了入局 然后我就说 我们要去解释旧约 我们需要借助新约里面的一些叫做命题式的经文 第三点是否对的 不过你首先知道什么叫做命题式经文 如果你不知道你分辨不了 不好意思我先告诉你 对的 第三点 到第四点 大卫当时代表是以色列军队这件事 可不可以立刻飞过来 今天我们教会就是神的军队 对不对 也对的 只要你不要将教会完全取代了 就说我们在神心目中 对以色列的心意地位 因为神对教会和以色列分别 还有不同的心意 好 第五点 五对五很公整 五块石仔 相对今天教会里面的五重即时 正不正 行不行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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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刚刚你脑子都摇了头 为什么刚刚 为什么 我告诉你 为什么 对不对 我刚刚用了一个很卑鄙的手段 就是什么呢 我用速度 我用一个极急速的说法 跟你说 让你无瑕去想的时候 你就可以一味只可以摇头 对不对 有时候一些销售手法 排第一一定是最重要的 圣经里面记不记得 如今常传的,有信,有望,有爱 其中最大的是 爱,排最后的 为什么我们不说信是最重要的 这些理论是站不稳的 到最后我引用 Hugo长老也好 比特艾加纳的例子也好 我是掃诸权威 我是想增加我说话的说服力 让你就以为 试图真的很重要 试图重要吗?重要 但是你可不可以由五粒石子里面发展出我刚刚说的结论呢? 不可以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想去看看我们今天回去学 我们继续在提波泰前书里面学习 在建立我们生命的同时 要建立我们教会要强壮在神里面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稍后要讲的第一个大重点 不如让我们回来 来到我们今天要看的 《提波泰前书》第四章里面先来 好吗? 我们一起来 慢慢来读出这段经文 准备 圣灵明说 在后来的时候 必有人离弃真道 听从那 引有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 这是因为说方知人的假冒 这等人的良心 如同被热帖落惯了一般 他们禁止嫁水又禁戒食物 他们禁戒很多 就是所谓神容许的东西 但他们说不行 于是保罗就提醒提波泰 你要留心 他就这样说 你若将这些事提升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只是要弃绝那世俗的言语 和老虎方妙的话 在敬虔上操练自己 操练身体 益处还小 唯独敬虔 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这话是可信的 事实分可佩服的 这些事你要吩咐人 也要教导人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 总要在言语行为 爱心信心清洁上 都作信徒的榜样 你要以宣读 勸勉 教导为念 直等到我来 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慈 就是从前直着预言 在众掌路按手的时候 刺及你的 这些事你要恩勤去做 并要在此专心 使众人看出你的掌进来 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 要在这些事上行心 因为这样行 又能够自己 又能够听你的人 我们再一次祈祷 亲爱主圣灵 我们再一次 请你来充满我们 因为你就是真理的灵 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当中 教我们生命 经历释放 经历真自由 同时间主要让我们 要在你里面生根建造 好让我们能够在你里面 暂留得稳 哪怕各弱的异端邪说来到的时候 我们也不会动摇 是神建立我们的生命 给我们一份 谦卑受教的心 让我们来领受主 你的道的生命当中 谨守进行 爸爸我们多谢赞美你 赐予我们生命平安之道 就在你的里面 谁听祈祷奉耶稣的名 阿们 再和你隔壁说好吗 祝福你今天 神向你说话 很重要 因为神今天要透过我们的话语 祝福我们整个教会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 提摩拉禅书第四章 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想发展通我们人生里面三个 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或者你要去做的事情 首先第一是什么呢 我想看看你会怎样 接下来我这句话 我觉得人生里面 一定有些事情 是需要去… 好,你后面 你会放一个什么动词 放一个动词 才可以完整这句句子 你认为人生有什么事情 是一定需要去… 要去发掘 我不知道你发掘什么 发掘自己的财感 有什么是你觉得人生里面 一定是需要去做的呢 一定要去厕所 刚刚有出有入 有没有大声点说 我试试听不听到 什么话 包容 去包容别人 这些很重要的 互相接纳 要是 尝试 很多东西 我刚刚这几个大重点 是由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发展出来的 不是我乱说的 首先第一 其实这是保罗给我们提醒 人生里面必须有些事情去明辨 我们一起说好吗 神思明辨 要去留心 否则不要成为圣经 语言书里面提醒我们 愚昧人就事话都顺 说什么你都收的话 就好像我刚刚跟你说完 假若我不告诉你 其实那个五重即时的故事 我善你的 可能你照单全收 希望你不会 是不是 是人跟你说的 圣经解读 你都会去完全接受呢 你有没有分别的能力 这个只是最重要 所以刚刚保罗在四章六节里面这么说 让我再跟你读出 他提醒提摩太 你便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 在真理的话语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得了教育 什么是一个好执事呢 我们需要在神的话语里面 要认真的来看管 我们自己先去服从这个话语之后 又可以去提醒别的弟兄 在这里我们要知道 提摩太后书 是属于保罗一个后期的著作 连同提摩太前书、后书、提多书 统称为教目书信 他有个焦点 来到保罗人生的后期的时候 他的焦点是吩咐 也在祝负提摩太提多 如何去建立强壮与成熟的领袖 从而也去建立强壮与成熟熟灵的家 因为今天什么是教会里面的根基呢 领袖是一个很重要的根基 但不单是领袖 更加是成熟的领袖 同时是强壮的领袖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不是一个领袖 有信心的你举手 让我们在主里面成熟起来是很重要的 而这种成熟的领袖 和现在这里讲的有什么关系呢? 保罗在这里提醒 其实提摩太 你要留心 要去抵挡异端 其实要去留心异端的侵习 这个信息 老在第一章其实已经出现了 来到第四章又一再重复 其实如果你熟悉所有保罗书信的时候 大部分书信 其实都是针对着教会里面面对异端的问题所写下的 因为当时很多各样的异端邪说 在这里纷扰着教会 但我发现来到今时 我们今天 最影响着的 其实教会也影响着你和我的 大底可能不是那些宗教层面的异端 我今天真的跟你说 你不要再拜姓爷那个了 你拜姓官那个了 你会立刻起降的 你会防卫的 你知道错了 跟你说不要回敬拜会了 回摩门教 回东方闪电去吧 你又会知道那些假东西是错的 你会不去的 这些你会分别 但是 今天最影响我们的一些异端 我发现可能是 在社会上面 尼幻住的一些标准 一些思维 一些价值观 如果你苦心自问 你觉得 今天是教会影响着社会 还是社会影响着教会 不需要这么悲观的 你可以先想想 我这样问你 你总是觉得 我导向你 当然想得更负面 你可以有自己的思考 但我发现 我们教会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上 站稳 去建构我们强壮的思维 和价值的时候 有很多东西渗入来 影响着我们都不自知的 其中一样 我发现可能是什么呢 当我们的生活 有这么多的焦点 这么多的重担 冲击着我们的时候 信仰可能只是 沦为我们生活 生命当中 其中一小部分 我们对于信仰 不要说信仰就是耶稣 信仰好像很死板 耶稣是一个活的关系 我们对于和耶稣 和神的关系 这个情谊 可能我们看得很轻 很疑气 今天我们很容易 落在一种 面对信仰 有点疑气化的一个地步 一个气氛 一个氛围 什么是疑气 不要这么认真 轻率一点 随随便便便 都没什么所谓 甚至乎就是什么呢 你稍微做到 基本要求 已经是很好的了 要是 这些是一个氛围 我不知道你觉不觉 在我们教会里面 可能有没有呢 在美国 George Barna 是一个专门去做教会 研究的一个组织 他很多的调查 很有趣 你猜一下 在美国里面 很多很积极 来到上教会的基督徒 有多少个 每个%左右的基督徒 是会每天去祈祷的呢 百分比里面 100里面有多少 你猜一下 在美国的这个数据 多一点的 这个好一点的 50 有些人说 60 是50和60之间的55% 每天会祈祷 好 但我不知道 可能他包了谢饭的祈祷 也卡在一起 总之有五成半 好 又有多少基督徒 是会每天读经呢 这个少了些 30 我看到有人说30 再少些 20 仅仅少于20 少少 19% 挺可悲 去到 再埋伸一点 11奉献 又有多少基督徒 会恒常的固定 去做11奉献呢 10 OK 这个是美国的数字 希望我们敬拜会 不是的 7.4% 所以换言之 今天如果有顶姊妹你说 我每天有读经 我每天有祈祷 我每个月有11奉献 甚至我现在做了 健堂奉献 我还热心事奉 你比大大部分的弟兄姊妹 你为之做得多很多 是不是这样就代表救了 说我很热心 我每个星期又回来 我翻祝主日 翻祈祷 我回到我家序小组 我们可不可以说 这样就好像很好 下一个地步由于 说耶稣你应该去天上给掌声 颁个奖给我 这样 我们怎么去看待我们今天和神的关系 以至乎 如果我们周围离万着 是一种气氛的话 你能否分辨出来 你觉得这件事是对还是错 以至乎你会不会一头终下去 也不自知 所以第一 刚才 保罗一塞提醒我们的 就是说 面对我们今天这个社会 这个氛围 有很多异端 是那种价值标准 在冲击你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用到神的话语 去分辨出来 然后去对抗祂 明白吗? 所以第一个 第一个我们人生里面 刚刚说到 是需要去的 没有要去懂得 来持手去分辨 然后经文里面 第二个大重点 带给我们的 有些改动的是什么呢? 我想看看 你会怎样拼下去这句话 就是说 人生现在这些事情 是值得要去 好 我听到他说尝试 人生里面这些事情 是值得去 怎样呢? 冒险的 什么? 付代价的 还有呢? sorry 冒实 落实 我对 想完要做出来 很好 这个又是从经文里面 发展出来的 是什么呢? 人生里面一定有些事情 是需要我们来 去加以锻炼的 我们一起说好吗? 恩勤操练 经文四章七节里面 是这么说的 他说 记住那细绝的言语和老虎 方妙的话 在敬虔上 如何? 操练自己 我经常说好吗? 操练自己 操练 今天有没有人去做健身吗? 都小部分 或者问回 有没有人喜欢你平日 在家里面也做一些小运动 多了很多 那你做到什么 就是跑步 都是好 操练就是这个意思 操练这个字 正正是我们今天说 你去做健身的 去work out 这个意思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人 留意到 早前余城底下的平台 曾经做了一件很搞笑的事情 我一眼都瞪的时候 突然看见外边 这么多超级大人在 我进到平台里面 看见就是在做什么? 单手掌上压 不知道什么 马拉松纪录挑战之类 有没有人见过这件事? 没有了 刚刚六天之类 我见到这件事的时候 我就想 在我小组里面 十几二十个弟兄 我唯一想到 如果要去参赛 我只想到一个 因为那个弟兄是什么呢?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他可以连续做150下掌上压 到今天 so far 还可以一口气 做八十几九十下 虽然说喘气一些 真的很夸张 我跟他咬手瓜那些 想都不用了 我两只手都咬他 一只手 我想说什么呢? 如果我想选择一个人走下去 参与单手掌上压赛事 我只能够选择一个曾经加以操练的弟兄 这个是操练的价值 你明白吗? 这个就是操练让我们预备好自己 成为合用的意义 今天如果有机会来了 我们说机会来了 飞云 那有没有飞云呢? 年轻人你才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的 即是机会来了 你是不是合用的器皿 可以来复绕这个崗位 你可以来到 认证到当时的一个需要呢? 就是这样 就是师父 你有没有平日加以操练 来将你手中的刀磨你一下 我很明白 面对操练 我们总是有一些思维是这样的 面对操练 我们有一些思想就会限制着我们 例如说什么呢? 我真的觉得很辛苦 操什么也好 不只是运动 不只是说什么 可能是弹个乐器之类 你操练你的诚实也是一个操练 你操练你的恩勤也是操练 你操练你的祈祷 去读经也是操练 第一我们永久会怕的是什么呢? 很闷 这么辛苦 面对本圣经 望而生畏 不如盖上它 看回电视就算了 要花这么长的时间来操练 往往有什么呢? 去到某一个地步 你会去到一个很平滞 停滞了的位置 你看见那个进度很缓慢 很辛苦的 有些人甚至可能会觉得 操练你简直 剥削我人生的喜乐 我这么多好玩的事情要去做 你不让我去做 更加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就是说 何必这么认真呢? 为什么需要这么认真 看待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呢? 刚刚阿东说得好 价值 在乎你是否和神之间的关系有价值 今天 有什么方面 值得我们来加以操练呢? 我想很多 我只是用诗篇里面的话语 两个大范畴 手中的技巧 心中的纯正 在说的是什么? 是品格与技巧 我们一起说好吗? 品格与技巧 这两方面 可能都有些少少先后次序之分 品格也往往比一个技巧更加重要 因为你要学习一个技能不难 但是要培养你的心性更加困难 所以为什么保罗祝福提摩泰是什么呢? 他叫他要在凡事上面 凡事是什么呢? 他当时提醒他 就要在你的爱心、信心、行为、清洁上面 都要成为众人的榜样 显出一种成熟 让人能够信赖于你 这个是心性的品格的层面 但同时保罗也提醒提摩泰 你要如火挑旺你所得的恩慈 不论你手中有什么恩慈 你有没有加以善用呢? 你有没有很好地将它磨你到一个地步 你很卓越了 甚至你能够建立你的门徒 造就下一代来 这个是手中的技巧的层面 以至当保罗提醒提摩泰 你要因勤去做的 专心地去剁磨的时候 就叫别人看出你的长进 当人看出你的生命不断成长 有进步的时候 人会欣赏的 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一个成熟可靠的对象 Amen 所以祝福你旁边好 手中技巧 心中纯正 加以剁磨 这个是品格 以及技巧 恩慈的层面 恩勤的粗练 今天你看我 until鬼命 很明显我不太容易冲运动 对不起 不过我曾经有一段时间 我都努力过的 年轻一点的时候 我曾经一段时间努力 我在家自己做sit up 我可以最多连续做200下 不停那只 没有人按脚那只 我今天差了很多 三四十 我想剩下 粗练的成果 只在乎你想不想去做 以及你能不能花这个代价 所以 第二是说要去粗练 而第三 第三和第二 只差一个字 那句说话就是说 人生里面有些事情 是更值得去做的 那你猜一下 保罗在这里会提醒我们 人生有什么事情 比起恩勤粗练 就更值得去做的 全福音 Yes, Amen 还有呢 不要警醒 Yes, Amen 如果你能够从刚刚我们第四章里面 所读的经文 来发展 你说这几个字更好了 刚刚那些也对 我从第四章里面看的是什么呢 是揭力追求 追求我们的主 去追随我们的神 刚刚的经文里面说 粗练身体益处还少 要的 记住都是要粗练身体的 但是唯独经贤 是凡事都有益处 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 他这里鼓励我们 有什么更值得 你要来到去粗练 更值得你一生要去毁生在之中的呢 是那份是敬贤 什么是敬贤呢 在早前三章十六节 保罗就说 大灾敬贤的奥悲 这个敬贤的奥悲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然 我们一会说这句说话 这里保罗鼓励我们 我们的人生除了你要去好好锻炼 当然包括你熟灵里面的粗练 读经 祈祷 传福音 你去服侍等等 更加这里说我们一种人生的态度 我们人生终极的目标 去追求追随我们的神 这里说要我们来到粗练的是敬贤 今天什么是敬贤呢 是不是说你一个星期七日回教会 你每一天三个小时读经祈祷灵修 就为之好敬贤呢 是 都是好的 有些事情先看看 但是敬贤在说的是态度 敬贤在说最重要的是你里面 对神对人对自己的态度 当你有一种态度的时候 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行为 只是你真正的那个虔诚的榜样 敬贤的实质 其实就是在于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为什么刚刚三章十六节 那个经文说敬贤的奥悲 就是上帝在肉身显然呢 原来真正的敬贤就是在乎 我们能不能够让耶稣基督 承认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 可以欢迎更多主啊 你来更新我吧 欢迎更多主耶稣的生命 他的思想 他的价值 你去改变我吧 以至我们能够活出的 是一种像耶稣的生命 同样在亚国书里面 亚国也提醒我们 一个清洁没有尖污的虔诚 你回去可以看的 亚国书一章二十七节 就是说要看顾在患难中的孤儿寡父 并且保守自己 不沾嫌世俗 最后很宝贵的那句话 那个虔诚就是在于 你能不能够保守自己 不沾嫌世俗 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你难免会受影响的 以如木掩 你没有可能 你说 好吧 那我决定我去退隐深山 我去做个修士 就算了 大抵你都不会这样做 好吧 我们要有的质素 只是入世 而不熟世 是吧 你仍要活在这个世界 但你能否 就是说 用回我们刚刚头两点 操练好你自己 有整个话语在你里面 抵抗那些不对的事情 让你不至于沾嫌世俗 Amen Amen 我们一生要去追求的 耶稣在我们里面 哪怕 外边有什么影响也好 来到 今天一个小小气浴的时候 刚刚阿东跟我们说 今天要交功课 又说得太客气了 对不起 我的字眼是 今天我们一起来清算一下 算算 算算大家的操练 四个星期前 你还记得 是吧 真是不幸运 又刚好也是我讲到 不幸运我那天发出了一个集体的挑战 一起回应我们的主 你记住不是回应我 是回应我们的主自己 我们说为神刻意去做 或者不做某些事情 还记得 OK 很多人都有额头 不是我误你 要是 有见证人 要是 造成如何呢 挺好的 一会儿听你分享 和你旁边分享一下 好吗 我想这个时候 我们一会儿讲见证 这里一会儿 我就随意给大家了 要是 是你和我们分享一下 你过去这四个星期里面 如何回应我们的主 为神去做 或不做某些事情 你操练的成果是什么 好吗 我想请你和你旁边很快分享一下 一会儿我想请一下 有很勇敢的第一姐妹 你主动为我们来作见证 好 我们一会儿来听大家分享一下 啊 人人都有东西说 真是好 人人都有东西说 好 很好啊 都很多人分享的时候 你是面大笑容的 要是 应该有些东西说的意思 要是 对了 大家那些黄金手指 预备好了 你想邀请哪个 你的身旁好友出来分享的话 一会儿你的手指出动来 好 我先说一下我自己 要是 在我邀请大家 一会儿再分享 我又也说回 当时这个 小小挑战的行动的背景是 在于我们一群年轻人 我们在六月尾七月头 去到一个叫拿西尔人的聚会里面 我们也被挑剔了 一是 我们被挑战是 40天更长之久一点的时间 来刻意去立志 为主 去做一些事情 或者特别是一些 坏的 无谓的 没用的事情 当然不好做 所以我们 很多年轻人 是有很好的回应 我收集了 接近都有30个见证 我一会儿也抽些 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是很鼓励的 我自己 被神的挑战是什么呢 神就要挑战我 早前也懒了 也好暑假里面有些忙 我就要去每晚 用一个小时 去做一些正经的事情 正经的事情包括我的读经 灵修 祈祷 我的看书 我的温习 我都要承认我做不足这么多日 我其中有四天 有一天是有点不舒服 有三天是太累了 我又受不了一个小时 对不起 我也做不足100% 但是我都大部分日子做到 我又觉得很紧要 过去这段时间 在建立一个生命的根基 最近我面对家里面 有些很大的挑战 在我心灵上 到我身体上 都是很大的损耗 我又感恩 主要帮了我一把很多 给我一支强心针 我不知道 对你来说 你觉得 没做足100% 不要紧要 你有立志过 已经很好了 很多人连想都不敢想 你明白吗 或者你做到 多中有一半 其实又很好了 所以我很想 要邀请大家 来勇敢地分享 你这个操练 你这个成果 你里面的体会 来到彼此鼓励 好吗 Hallelujah 看看谁先帮我们 准备 一二三 再来一次 给些妹妹来 一二三 我这个动作很严重 要是 给些人回应一下我 对不起 有的 一定有的 记住不要那么客气 好 一二三 好 给掌声 姐妹 有时 那时候喜欢看电视 你上次说 大家俠字 纳字 我看少一点 因为 因为我每天 1至5月去跳蜡美醋 我要预计一些圣经 跟一班 弟兄 姐妹 去到分享 祈祷 我九点半有些 要定一个时间 那些什么电视都不看 但是我一至五 都暂时做绝一点 九点半 就开始读圣经 揀圣经 找圣经 明天的经文 星期一二三四五的经文 就是日日这样 今天一二比明天 星期二二二比三三四 大陆就有时 松一下 先休息一下 放假 放假 日日教会 那就看到自己得益 因为 还有很多熟灵书 买买很多 但是很多都没看 慢慢终点 看 都要搞好些时间 好 我欣赏 张耶法 欣赏 欣赏 张耶法 说 为耶稣 少看电视 有时没有什么益 没有什么营养 我也是 我一个青少也就是 他不是很长时间 说真的 一个月 多一点 刚刚他说熟灵书 看了两本半 以往是那些不看的 踢他 把书都扔掉 买了 送给他都不看的 哈利尼亚 好 再来奥马 再有顶姐妹和我们一起勇敢的分享一下 好不好 你的体会 好 前面有人邀请金金 我们有请金金来分享一下 是 我是没有看Facebook一个月 其实没有看Facebook一个月 虽然我不知道我朋友的资讯 但是我很专心可以 譬如坐地铁的时候 可以看圣经 看完圣经的时候 可以默想一下 又可以想一下我们的组 可以怎样为主做更多的功 又可以想一下怎样邀请新朋友来 搞更多活动 所以其实我之后 我就决定以后逢星期一 我才看Facebook 都要贴近 朋友圈子不可以断了 我有个弟兄 他说去纳志这段时间 不上Facebook IG 也不知道是什么 也不打 有一只机叫做食鸡 即是游戏的名字 他说过程中 没有再接触这些社交媒体的时候 思想更清深 我觉得这个很宝贵 以至他现在更加立志爱慕神的话语 以往 看圣经也觉得会这样沉患 但现在喜欢成卷成卷地去看 因为当他这样看的时候 更加明白到神的心意 就是多么公义与慈爱 哈利路呀 很多年轻人都禁戒了 就是这些社交媒体那些 来多几位来分享一下 好吗 Yes 好 Mando后面来到 上个月就接了这个挑战 第一个想法就是 我要打电话给我妈 在这个月里面 因为我以前 通常都是周末找她 我就立志了之后 第二天我妈就中风进去医院 她已经是第二次中风了 我就说不用打电话给她 我直接要去医院看她 这个月就去医院看她 她出院之后 我整天都叫她 对于我来说 好像主着提醒我 我要把握时候 跟妈妈多些相处和沟通 所以我有一个很大的警醒 我觉得主要这个时间非常好 给了一个挑战我 我会继续 去到大约三个星期 我都继续这个叫我妈妈 主要给了一个挑战我 你要做更多的事情 在三个星期左右 就轮到我外母 出现身体的问题 又要进医院 我又要跟他煮纳翅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因为我不懂 我又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说我跟他祈祷 我说煮我的纳翅 这个月我戒奶茶咖啡 我又不可以禁食 我说戒奶茶咖啡 因为我喝得很厉害的 我说当我一个人一来的时候 我就为他们祈祷 当是禁食 我就维持了一个星期 忍经常来 喝开不喝是很辛苦的 但是当我有一个忍耐 一个折制的时候 忍一来我就祈祷 好像又过得了 我希望藉着我这样的行动 一个月 我外母和我妈都能够身体 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医治 Amen 祝福你们妈妈 在家的层面 很重要的是 家是我们要去复兴的地方 是吧 我有年轻人 他们在家庭的层面 都有很多的实践 就是其中一个 他就说 四十天每天都为家祈祷 特别过程当中 他接触他爸爸 曾经很大胆 写封信过他爸爸 表达自己的心声 以至乎 过去刚刚有一次 在我们的聚会里面 又由那位弟兄去讲见证的时候 他够胆邀请他爸爸回教会 是他爸爸第一次回教会聚会 然后我有另一个姐妹 她有决心去为家人禁食祈祷 原本爸爸妈妈已经很冷战了很久 开始分房睡了 但是在她禁食的时候 就开始有少少起色 还是努力中 但是她看见到 神都回应祈祷 而刚刚说到吃东西 这个很搞笑 有一个弟兄姐妹说 她就去为神禁止所有的灵食 很不容易 她说糖、朱古力、薯片、饼干 因为这个人超喜欢吃灵食 不折制 但最重要的问题 原来她在于是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她那么喜欢吃灵食 是她不开心的时候就去吃灵食 所以她说 这个挑战是很想 想发展自己节制的能力的同时 你都回转在神里面 去寻找那种喜乐 而不是再靠这样的东西来帮助 Amen Hallelujah 多来一位好不好 我相信在我们成人里面 也有很多很精彩的见证 鼓励我们先 或是 通常说到最后一位一定没有人举手 有 这里 是朱星还是Angela 请问 朱星来的 我们给点掌声 好吗 今天主要是 其实很多打工仔都会一起 骂老板 我之前公司 也有很多事发生 老板有很多安排 不是那么好 我们都忍不住在同事面前 老板这样 真的会说很多不好的东西 上次说挑战 如果在这间公司做 我应该祝福这间公司 纵使他有些安排 未必是那么对的 或者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我就是要祝福在位掌权 因为他是我们公司的头 我都为祈祷 求主让他有智慧 求主让他有一个动建 如何去处理那些问题 当同事有时候 会有一些 华老板说 不要说他 因为他都知道我是基督徒 我们奉耶稣名 我要祝福他 我就祝福他 叫他有这个智慧 很感恩 我得神提醒我 还有我也有邀请他 8月有个餐会 我老板是OK 他说一起来的 我见到神 其实是 改变了我的心 因为我要宣布他 成为公司的光 真是做了一个好见证 好 我们给掌声 我们最好卖 哈利利 我相信有更多的 如果大家来到来 安排大家 轮流说 好了不要客气 感谢主 我跟大家分享多两个 我收集了那些年轻人里面 他们要回应 其中有个人说 他纳致禁饮那些台式饮品 你知道那些什么珍珠 那些 寄多糖分 但最主要是贵的 这个小弟兄 他说 他不单止不饮这些饮品 他就是想把不买这些饮品的钱 用来做健康奉献 我觉得很感动 有一个小姐妹 她每天要去敬拜 每天至少读一张圣经 最重要是不听他很喜欢很喜欢的流行歌 他就说 当他不听流行歌的时候 就感觉很奇妙 首先 多一些时间出来 就可以去尝试 敬拜 以至他又说 这个人集中力提升了 去应付他每一天的事情 就醒神了 他就说 读经也令他更加认识到神的一些圣情 教他去面对这些事情 有智慧点去处理 最后我再说一个弟兄 就是说 他原来在过多月之前 就开始沾厌了一些真的不好的恶习 就是上那些王业 那些色情网业 你知道什么意思 他就觉得自己也很不对 他也很想去悔改 但是过了不久 又回头 他就说 曾经觉得自己很骚髒 不敢面对天父 甚至乎 连人都不敢去面对 但是在我们七月头 那个叫拿西尔人的聚会里面 他就立志去为神 要去断绝这些污慧的事情的时候 这里是说什么 他追求圣洁 圣洁就是我们的主 他这个弟兄来追求圣洁 他就说 虽然一开始 曾经还输了几次 但是到我昨天来问一众青少年的见证的时候 他就说 感谢主已经三十六日连续得胜了 阿里尔人 我们给我们一张声 好吗 很感恩的 过去老实说 面对这些小伙子 叫他 你打小点机 麻烦你 做些正经的事 很难的 你做父母你都明白 你想他放在手机 不看电视 一会儿你都觉得难过登天 但是耶稣有这个吸引力 Amen 今天我佩服的是我们的主值得 我们的主比起这个打机上网各样东西更有价值 Amen 所以我们来去追求的是什么 将我们的生命放在主里面 追求这些是圣洁的 追求真正的意义的 追求你的时间里面很好地运用的 Amen 哈利尔人 我们一起起立来回应 好吗 哈利尔人 你真的很兴奋 我这里手头有三十个见证 大大小小的 有机会慢慢来分享 但是我看见是什么呢 就是主耶稣 配得我们这样去回应 对上一次我们操练四星期 那是不是说 今天放牢了 希望你不要这样的心态 希望你想继续立志为主 来操练的事情 继续来持守 好吗 哈利尔人 所以我们今天讲几件事 好 从神的话语里面 建立我们的价值观 以至我们的懂得 可以去分辨我们的人生 并且我们因勤操练 我们生命的敬虔 追求更像我们的主 这个是否你都很想回应的呢 好吗 等一下我们先开声的祈祷 哈利尔人 求主圣灵都帮助我们 让我们来到 去决力追求我们的神 让我们先开声 来为你自己的生命祈祷 我们一会儿再进到 敬拜里面来回应 哈利尔人 爸爸愿你来吸引我们的主 我们再为主 刚才每一个见证 我们正显向感恩 哈利尔人主 因为你比这一切更有价值 你比这些熟世的事物 更有一种意义 哈利尔人主 你让我们每一天 我们的决心来追求你 让你的生命更多的 活然在我们里面来 让我们能够成为 更有一种爱心的人 更有信心的人 更有说坏清洁的人 哈利尔人主 以至主 让我们成为更美好的见证 爸爸我们多谢赞美你 哈利尔人 我们多谢你主 第一节目先 我们一起在一个敬拜的诗歌里面 来回应主 我们再次来宣认 耶稣说 你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主 不单止作我们的救主 并要带领着我们 是生命的主祭 我们多谢你 哈利尔人 赞美你主 让我们献上我们的一生 住在主里面的时候 让耶稣的生命 灌注在我们里面来 主 多谢你 这系列 毁炮 ome 霈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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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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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